全球正值多市之秋、通貨膨脹、疫情肆虐、息口上升、俄乌戰爭、中美爭拗、經濟疲弱等等。 而上一次有這樣的困境,要追溯至十四年前的金融海嘯。 不借公司的指數反映,今年樓價已累積下跌於5%。 年初指數升幅放緩之際,地產業人士曾估計, 樓價年內仍會有一定升幅。但按照目前的形勢推算,所有專家都大跌眼鏡。 皆因預計的利好因素全部都沒有兌現。反而壞消息接種而來。 現在看來,就算四季度樓價能夠反彈,也難以追回之前的跌幅。 更何況目前存在下跌的骨牌效應。所以不者也重新作估算, 預期今年的樓價,將有機會錄得達8%的跌幅。 香港也出現了柬埔寨賣豬仔事件。 這些不可思議的事情,竟然會在今天如此發達的社會中出現。 很多市民都不敢相信。但當仔細想一下,原因其實很簡單。 這正是在經濟蕭條之下的人窮至短效應。 很多香港人近年來飽受經濟上的困擾。當一個人面臨巨大財政壓力。 很容易出現意志消沉和負面想法。對事情的分析能力也大幅下降。 更加不會意識到前路的危險。在這情況下,就容易做出錯誤的決定。 2008年,金融海嘯。全球經濟嚴重衰退。不少專家都形容樓市進入冰河期。 但樓價,由2003年沙市後爬腰上升,到了2008年大部分業主手持的單位都是賺錢的。 就算金融海嘯後經濟下滑,也不至令業主急於拋售物業。事實上,那一兩年的樓價累積跌幅。 也不過是一成左右。穩定下來之後,樓價很快重拾升軌。可視今次的情況。 與金融海嘯時期有點不同。在過去幾年,樓價累積的升幅有限。大概只有5%。 一攝在高位入市的買家。到今年遇到樓價下跌超過5%,變相物業沒有升值。 初次上車的買家就開始恐慌。擔心長此下去。自己多年努力處下來的首期。也會被蒸發。 另外,有些業主在工作或生意上感到,前路茫茫。就急於求售。就算蝕讓也在所不適。 這種未經心思熟慮,就增相沽貨的心態。正就是不者所說的,人窮至短效應。 而這一效應。就加劇了今輪的樓市跌浪。 是直到早期待了。 我們性能去尖比我們即可讓。 。 特定揚。 是千年輕用幅間。